HELLO 大家好 我是羅倫 今天想要來分享我的化妝間的收納 這個就是我的整個化妝桌 這個地毯呢 是我很喜歡的地毯 我很喜歡這種地磚的感覺 這個鏡子也是在淘寶買的 這個觸控就可以有那個環形燈 這樣你就不用另外買一個環形燈來打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當作浮光燈 你要拍攝或者你要化妝都很方便 然後長按這邊它是可以調整光源的強弱 然後白天的話其實這個落地窗的整個採光非常好 然後這個其實是很大一片 就是它直徑是60 所以你看 反正常化妝的時候我當初想要買化妝台 我最大的需求就是我希望 這邊是短的 因為我這樣子才能直接看到鏡子的自己 就不用說我要離很遠 然後根本看不到我臉上的細節 這樣比較好化妝 所以我那個時候化妝台 我買IKEA這個的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自己組ALYX的那個組合 就是買一個桌板組合 是因為我覺得桌板組合都太長 我想讓它短一點 然後這個化妝台就真的很適合 然後它打開這個抽屜容量很大 你看我這邊全部都是我的化妝品 我之前舊的化妝台是買一個桌面 然後就是這種霧面的嘛 那最大的缺點就是你的彩妝沾上去很難清潔 所以這個有玻璃桌面它就是很好擦拭 那它有多方便嗎 不知道 可是那是我組的 前面是我組的啊 可是那是我組的 我做好的時候你還在睡覺 哪有 你躺在地毯上 然後我還問你說 這個鏡子是可以這樣子翻轉的 那為什麼要用那個鏡子嗎 因為你畫眼線啊 一些比較細節的時候 就可以照著看 或者是粉刺的時候也可以用 這個是G-Marty買的刷具櫃 你看到這邊是什麼嗎 刷具 對 刷油畫的 它這裡是關著可以放成 你打開的話它有很多個 那我後面的話 全部這一排都是放眼影刷 就是有暈染刷啊 然後比較小的 然後這個放遮瑕 然後前面這一排都是放粉底刷 你可以去書局買水彩筆來刷嗎 不行 應該可以吧 我的水彩筆也長這樣 你可以用水彩筆來化妝嗎 不行 可是你為什麼要買一堆水彩筆 它也是淘寶買 這我買超久的 然後這一個 因為我的刷子塞太多 那個放不下 所以就知道在哪一個 這個的話 全部都是腮紅刷 腮紅刷 然後這一個的話 是修容跟打亮刷 就這兩大格是分開的 你的臉只有一張 抓這種比較扁平狀的 這些 我就是都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這一個全部都是我的眼線 放在一起才會搞亂吧 我想很有道理 為了不搞混是腮紅跟打亮 分開 跟你剛剛說 反正我的眼線筆都放在這邊 這樣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看說 我今天要用哪個眼線筆 就把它放進來 就可以直接把它抽出來 用 讚 再來我們接受這一個 你應該看得懂 這個是什麼吧 巧克力 這是我在淘寶最滿意的戰力點 巧克力 它是一個眼影收納櫃 眼影巧克力 然後我 因為其實我現在彩妝很少 第一個我都放單色眼影 我現在沒有放滿 因為我一些東西都 到處亂放 不過大概 放起來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一些比較 小盤的眼影 對我就放紅米還有櫻花盤 什麼的 很多東西都被我到處亂丟 所以就沒有放滿 第一個來 你看 然後我用這個 淘寶買的塑膠片 這個分隔片 可以這樣子 你的台灣價值 然後第一個 我就放一些什麼 美妝蛋 美妝海 然後海綿 什麼的 美妝蛋是打開裡面 你會不知道拿到什麼東西嗎 不是 所以你來抽蛋 然後還有一些小文具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我的隱形眼鏡 這個是麥當勒的醬包 不是 這是隱形眼鏡 然後因為我就習慣把外盒拆掉 然後一個個全部放在這裡面 這樣我比較好找 好我們看下一個 第二格這邊呢 這邊超少東西的 因為我還不知道放什麼 這邊就是一些線妝棉啊 啊什麼化妝包 口罩一些 有口罩耶 然後這邊是一些比較少在用的口紅 因為我把它放哪 所以先放這裡 再來第三格 這個超精彩的 你看我整理得多乾淨 那我這邊呢 這個其實原本是一個盒子 然後我把它倒過來放 放成我的試用包 所以我以後出去玩什麼的 我就直接從這個找 全部都是小樣之類的 然後像 然後這邊是一些護手霜啊 然後那個什麼隱形眼鏡的藥水 然後面膜啊 小唇膏 這個唇膏就很適合放我的小包包裡面 如果啊 繼續玩什麼的 我就是會把它放在那裡 這叫Dilatonic 可愛的嗎 然後這是它尾巴 你看 它尾巴 還放一些 這是我出外化妝包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小的 漱口袋啊什麼的 這邊全部都是我收集的試用包 對 可以隔大西這樣子 再來第四 喔 這個全部都是 存貨的東西 然後面膜啊 像裡面有很多面膜什麼的 全部都放在這邊 衛生棉啊 行業乳 這邊全部都是存貨的東西 對不對 第五格也是存貨的 然後這邊比較多 是新的 因為有些東西是我想要送給 讀者的東西 所以就是包裝比較好 像 去人買的腮紅啊 什麼的 然後 庫唇膏 這些有些都是包裝還沒拆啊 然後還有整組刷具啊 然後 新的 都不用了化妝品 什麼的 口罩啊什麼什麼的 全部都是全新的 所以就是你用不到 然後你不想要用的東西 就送給讀者 沒有啊 這些都是 像這個就是我早就想要送給讀者 這個也是啊 我自己的飯早就買了 好不好 要挑撥喔 呵呵呵 這一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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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從這邊來講 這邊就是一些髮飾啊 然後 我的髮圈 髮夾什麼鬼的 都放在這邊 然後介紹完這邊 這裡的話 全部都是我的氣墊粉餅 因為我氣墊粉餅沒有很多 這邊就是梳子嘛 然後這三個是我 常用的美容棒 就是你 保養的時候 在妝前 想要按摩一下啊 什麼的 都放在這邊 這邊呢 是我的 睫毛夾 修眉毛的啊 然後 這兩個比較特別 那這是什麼嗎 我在日本買的 那個是什麼 威力鏢 這是 你刷睫毛的時候 你知道蟑螂腳這個東西嗎 我知道 在廚房上看到 不是 就是你刷睫毛的時候 你有時候睫毛會結塊 什麼的 眉毛尖書 所以蟑螂腳是什麼 蟑螂腳就是 蟑螂腳就是 你睫毛常常梳 梳結在一起 就變成蟑螂腳 怎麼變成蟑螂腳 然後 睫毛通常三個月 就要換一隻 所以我通常 看起來很多 才六隻耶 算少吧 就是所以我就是 只有幾隻 替換這樣 然後這邊都是我的眉粉 等等等等 就眉粉就用這四個 都是開架的 然後這四個 全部都是我 我的眉粉長得好奇怪喔 我的眉粉是一包的耶 再來這邊 你可以練家樂服的嗎 這樣為什麼沒有賣眉粉 有賣眉粉 你說沾芭蠟嗎 對 這兩個 你知道這兩個是什麼東西嗎 它有全部都是一樣的東西 我知道 白巧克力 不是 它全部都是遮瑕膏 遮瑕的產品 我把它放在這邊 那這邊的話 全部都是我很愛用的遮瑕液啊 然後遮瑕膏啊 我全部都放在這一盤 這兩個是調色盤 像這個 Stella的這個 你看它有很多顏色 就可以去校色你的膚色 什麼什麼 這邊的話是一些 然後這裡是遮瑕 然後這個是那種 這邊比較雜一點 這邊是眉毛 眉毛底膏啊 什麼 打亮啊 眉 眉膠啊 什麼什麼鬼的都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比較特別 誰沒教 大家這是什麼 我看 看 發炎焦克力 不是 這是那個隨身香水瓶 這個很厲害的是 你看它這個底座 它底座是一個吸取裝置 所以就是你把你的香水 把那個噴頭拔掉啊 就直接把香水放在這邊 然後真的讓它吸吸吸一吸 這樣可以變成一個隨身香水瓶 你看它這邊 像我現在是吸JOMALO的藍風鈴嘛 然後就可以直接讓它帶出去噴 你看 然後而且它噴的其實蠻順的 然後就很喜歡放一個在包包裡 這個是眼影 眼影換色的東西 刷完你的眼睛之後 你下一個顏色你想要刷別的顏色的時候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刷這裡 它可以把你顏色吃掉 那你買那麼多支筆的意義是 我們懶得換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顏色刷在這上面 刷掉 所以你買那麼多筆的意思是什麼 你看它這樣刷就變得乾淨多了 然後你看 再刷上來的話就 你看顏色不見了 從這邊上面這樣 你可以直接換下一個顏色去沾 然後再直接去畫 就很方便 所以我把這個都放在這邊 所以那個東西會變越來越髒 這可以洗啊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洗手機 洗手機好等 應該很麻煩嘛 平常在畫眼影的時候 有時候要換色 我就直接把它抽地拉起來 然後刷在這上面 就可以直接換色了 桌面不想換太多東西 這邊的話就是我常用的一些化妝海綿 然後這個是遮瑕海綿 都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超級需要 眼藥水的人 因為我眼睛很容易乾 什麼的 所以我通常鎖到之處啊 或什麼包包 全部都會放一個眼藥水 因為我現在粉底液沒有很多 就是過期了都丟掉了 像我前面這五罐 也是我的最愛 香奈兒的粉底精華 然後YSL的粉底粉條 焦藍的粉底液 然後SUQQU的粉霜 這五個也是我最愛用的 然後也是單價比較高的五個底妝產品 後面的話就比較多開架愛用的粉底液 像這個 藍蓋粉底用的愛用 然後還有 Integracy的粉霜我也很喜歡 開架的話我最近很喜歡這個 還有這個fisade的粉底液 這三塊之後我覺得 保濕程度還不錯的粉底 登登 我後面也是做個腮紅鬼 就是剛剛那個眼影鬼是一模一樣的 葛熊色我超愛用的腮紅 你看五顏六色是不是很療癒 沒有五顏六色啊 全部都一樣的顏色 你色嗎是不是 你跟我說這兩個顏色哪一樣 這什麼顏色 這什麼顏色 那你跟我說這兩個顏色差點 你看這個顏色是這樣子 粉橘 比較那種珊瑚橘色的感覺 這個的話是比較裸色調 它上上去比較沒有那麼多顏色 你看 差很多 這比較帶橘 這裸色調 反正第二個其實也是腮紅 然後因為我腮紅很多都到處都還多 所以這邊也沒有放滿 下面的話其實腮紅也是可以放滿的 只是我還沒放 對 反正這邊的話就是放一些腮紅霜啊 像什麼 呃 然後這個也是SUKU的 SUKU的建層腮紅 這是我最喜歡的腮紅之一 你看它是建層的 這個是HIMI的腮紅 如果說要我開架裡面挑一個最推薦的腮紅的話 第前兩名一定有它 它就是會完全的融入肌膚的感覺 就是很細很細 就是你沒有辦法想像你199塊可以買到CP值那麼高的產品 就很像專櫃的粉質 所以我覺得蠻推薦的 就是類似我在吃三媽臭臭鍋的感想 對 然後如果它包上去三媽 也是199 三媽只會燒199 我還加50塊的酥肉片 這邊都是妝前乳 你知道妝前乳 就是我都把它放在這邊啦 然後這兩罐是我妝前很愛用的那個保濕產品 就是我的時候皮膚比較乾 你就先濕敷再上妝 那這也是保濕噴霧 這兩個也都是 這個也是保濕噴霧 鉗筆的保濕噴霧 這個的話是那個定妝噴霧 上完妝就是這樣噴霧噴霧它會比較定妝一點 所以跟Gatsby一樣 那是什麼 Gatsby Gatsby 這個其實也是腮紅 因為就是我放不下嘛 就是這個太高了 這個的話是我的 Addition的腮紅衣 這邊的話就是那種比較大塊的 也是放不進去的腮紅 就全部都放在這邊 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是支撐盤的腮紅 如果太大就能到哪都放不下 然後這是雪花秀的打亮 就是一些小東西都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那個 CAMEC的眼影膏 你都把它放在這裡 INFRE的腮紅膏 我放在這邊 第一個打開來全都是大盤眼影 其實我應該要放一個 就是那種斜斜的收納櫃 但是我還沒有找到適合的 所以就是 先單單的放一下這樣 然後這後面其實蠻深的 所以可以放很多大盤的 像這個OFRA的打亮盤 因為它很大嘛 所以可以放一下 再來這邊 這邊我還沒放 因為我還不知道放什麼 所以沒人幫我介紹 第三個 這邊就是 就是化妝棉 師傅化妝棉 像我現狀都會直接在那邊抽 然後我化妝棉 一律都是用私化這個牌子 我不用其他牌子 一般來說 大家都這樣子分兩邊嘛 然後大家分開 我習慣的都是 兩邊之中 再把它拆成一半 你是客家人 對 把它敷臉 你敷完的時候會把它拿去曬桿 第四個 這個超厲害的 全部都是我的面膜 先說的是我的 日本戰利品 大部分都是日本買的 像這個的話 就是大包裝的 松本青跟那個 這牌子合作的 大容量美白面膜 它現在就是 愛用的日本面膜啊 我都把它折好 放在這裡 曾經用完過嗎 有阿 然後像這個是那個 你味道好興趣喔 這個是那個 Saborino的 早安面膜 我也放了兩包在這邊 然後那邊還有一包 就是 早上起床的時候會用 第五個呢 也是一些 全新的補貨 日本酒化妝棉水 跟極潤啊 什麼的 全部都放在這邊 看什麼氣墊的補充包 化妝棉 第五個呢 這兩個都是裝飾用 假掰用的 盒子 它主要就是 這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是我在淘寶買的 那個髮褲架 然後我的髮袋啊 迪士尼環球 買的髮褲 全部都放在這邊 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拿下來用 對 大概這樣 然後第二個 嘿 嘿 方便了點 第二格的話呢 這邊就是 欸 這是我那個 這邊開關燈喔 啊 這個好燈喔 欸 還可以切欸 這後面 就是那個耳環收納架 可是這個我覺得它超爛的 因為淘寶很多類似的嘛 它的品質真的太劣質 就是便宜 可是 因為我會找不到更貴的 好用的東西 所以我就先 大概用這個 連假的產品 但是我不太建議大家買 啊 金魂孤島 可怕 你說 耳環架怎麼了 這個的話是不是瑞瑞 買給我的 吃瓦羅斯基的小熊 我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還有 我把它給我的佛珠什麼的 好好好 他送你一隻熊 然後他送我 I love Paris的衣服 這是一個香水收納架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放我 日常愛用的香水 應該上面有顆Loren 你有看到嗎 Loren 對 我覺得它香味 以JOMALO來說比較不容易轉 然後 味道也偏持久一點 所以我很喜歡 然後這個是香奈兒的髮香 那香奈兒的香水 因為 動輒到五六千塊 或者更貴 那其實我很推薦買他們髮香 因為他們髮香才一兩千塊吧 這是我買的嗎 對這是你買的 然後它就是可以噴在頭髮上 這樣子 然後其實它香味很持久 然後雖然有一點容易轉 但是以香奈兒來說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入手的好選擇 入門好選擇 預算不搞什麼 送這個我覺得其實很划算 我有常常買給我朋友當禮物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是 也是JOMALO跟一個法國品牌香水 然後這個是椒藍的 像我時候睡前我會噴這個蛀棉 我覺得它很好睡 就是它有那種甜甜的香味這樣 我還蠻喜歡的 你說像賠樂多的那個嗎 好 再來這一櫃 全部都露的保養品 來 隨便指一個 這個是什麼 我看 這個 化妝水 這個 我看一下 礦泉水 反正這邊的話 全部都是我的保養品 平常我要保養的時候 都直接從這邊拿 那因為保養品真的太多 我就決定直接把它放成一櫃這樣 就兩台並排 這樣比較好拿 然後這五罐 全部都是那個 乳霜什麼的 其實保養品我有很多 要介紹也介紹不完 你有什麼 特別想要知道哪個東西的嗎 為什麼我要拿國會檀在你那邊 然後這邊 全部都是身體乳液 然後 一些小東西 把油什麼的 噴霧都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 是我的口紅櫃 因為我口紅太多 原本是放在桌上 都放不下 都把它改放在這裡 我口紅已經丟掉很多 所以這邊是我精挑細選愛用的口紅 其他 比較少用都放在剛剛那邊 然後我通常唇釉都會擺比較上面 因為它比較高 對 那除了這個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 偷偷把我送你的東西拿出來 沒有啊 你送我的放第一格 第一排 這是全部我自己買的 看右邊這一排 就是我買的 標準女生會送自己的顏色 標準男朋友會送女朋友的顏色 我覺得我的比較好看 好 再來下一個 它這邊的話全都是我的 護手霜門 這都是我愛用護手霜 像這個 Sabon的白茶 然後還有這個 你送我的香奈兒護手霜 我超喜歡這個味道 它這個打開來呢 它這樣子直接按一下 你看 下面的話就是那個 我的相機啊什麼的 然後這個是 我們的電動牙刷的充電座 然後這是我的電膀 這是Salonia的 然後這裡有畫一個 甲樹枝跟袋子 因為想要遮住那個 插 插中 這樣遮得比較漂亮 然後這邊 你看我電線是一路貼過來的 然後放在那個櫃子後面 去接那個鏡子的燈 讚吧 可是我看的到電線啊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放了一支 小白色 你好 我叫小江魚 你知道為什麼嗎 江魚 對不起 這比較特別的是我的那個 融蠟燈 這個香蕃蠟 是我好朋友送給我的 很漂亮 這個是一個日本牌子 然後呢 因為你看 融蠟可以把它融得這麼均勻 就是要用這種燈 可以均勻的照射 因為一般你拿那個蠟燭 直接點它就會越來越下面 中間會凹陷 那你凹陷的話 你最後 撐到這邊的時候 就很難點 因為燙到手什麼的 所以我都習慣用這個融蠟燈 那這個融蠟燈也是淘寶買 之前買很久了 它有很多顏色可以選 這邊的話就放一些 就是睡前可能會用到的東西 像這是身體乳 然後這個的話是化妝水 乳液精華什麼 我就也放了一些在這裡 那這是switch的手把 然後這兩個眼霜 然後跟我愛用的髮油 熱膚眼罩 睡前的時候用 愛洗眼睛 從你我做起 我都會放一些比較 要洗的面膜 比如我畫裡面 屏幕選眼的 然後那個日本版的 跟一些抽取式化妝 我們都放在這邊 後來這邊 這裡是我們的浴室 然後我們有時候會泡澡 那邊是sabon專曲 然後我就會放一些浴簷 什麼在裡面 然後那邊有一個sabon的臉部去角質 對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 阿摩阿 什麼日常的 沐浴乳洗髮精 都放在這邊 大概會這樣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歡迎到我的IG來找我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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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